有時候用維生紙很敢弄了一下 我就要立刻鋪粉 誰有三七二十一的那個時間 就是可以在那邊好好地補妝 NO!大家都沒有這個時間 嗨!我是OPHRA 今天想跟你們實測兩款 就是我近期買的開架式粉餅 為什麼要這樣開場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已經 距離我化妝時間好像已經過了 八個小時還是十個小時 但我忘了錄開場 所以如果想看這兩個粉餅的實測的話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嗨!現在就要開始化妝 一邊要化HEMI的粉餅 另外一邊要化KATE的粉餅 啊我那個化妝都是拿了沒 等我一下喔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化妝吧 等一下就是一邊要上KATE這個粉餅 一邊要上呢就是我最近 新買這個HEMI的柔焦無瑕粉餅 是因為我自己之前對於粉餅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涉略 然後最近呢 真的有慢慢在用粉餅上妝 就是取代底妝 所以想說那可以來用用看 等一下呢要去一個很多花的地方 想必會非常非常的熱 而且又要帶著小鹿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 就是實測的實際 然後呢兩個之前我都會先上大量的防曬 因為今天看起來是十分的炎熱 我今天用防曬是加丹尼爾的 然後量就是這麼多 就是為了避免我的臉 繼續長一些乾斑啊 曬斑啊 然後 預防紫外線 我長大之後的防曬呢 都上得滿足的 小時候就是 Tiny Little Baby 綠豆還要小的那種 然後上整臉 加丹尼爾這一款啊 我覺得跟Pony Effect那一款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呢 它的香味是比較舒服的 那Pony Effect是屬於比較人工味的 然後Pony Effect會有非常非常明顯的提亮效果 但是我覺得加丹尼爾沒有 加丹尼爾純粹就是一個非常水潤的防曬 你擦起來完全不會不舒服 然後 你擦在妝前呢 也不會起屑 幾乎啦 Pony Effect其實我也沒有遇到它跟我其他底妝有什麼起屑的狀況 但我覺得純粹就是香味不同 跟Pony Effect還有一個是它可以提亮 再來就是呢 Pony Effect它的那個包裝啊 真的會比較難擠 就是大家記得如果這樣子擠的話 基本上它是擠不出來的 你到後面的時候 你就必須把它倒過來這樣擠 讓它的那個料提下來 然後價格的部分呢 加丹尼爾這個我都是趁折扣的時候買 然後自己再用自己的折扣嘛 可以再打85折 然後Pony Effect最近呢 進Costco了 已經很多人跟我說過 兩條好像999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兩個都可以試試看 好然後 我要稍微用個遮瑕膏 遮一下我比較 天啊 我立刻就把我HEMI的這個絨布袋弄髒 剛剛遮瑕膏直接點在上面 OK 我要用這個遮瑕膏呢 遮我目前 覺得需要被遮住的豆拔泛紅了些 先把我的臉 就是 稍稍的整理一下 然後我們再來用粉餅上妝 因為這兩個粉餅 其實我覺得它們都沒有在主打 它操控油或什麼的 可是我今天覺得 欸剛好 我要出門 那還滿適合來試試看 它們兩個持妝效果怎麼樣 跟後續補妝效果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都是大家會滿想要知道的 好然後遮瑕的話呢 我就用美妝蛋上 噴一下子孫秀噴霧 我最近臉的狀況呢 就是比較容易 T字部會比較容易乾 但是還是很容易出油 就是混合偏很油這樣 眼下或鼻翼什麼 卻又偏乾 所以是一個非常這樣難搞的肌膚 完全就是一個國三時期的我的感覺 就是很叛逆 但其實我的叛逆對於一般父母 所以好像已經非常不叛逆了 但是anyway 就是那種叛逆期的青少女就是 情頭初開想交男朋友 然後功課又不認真讀 然後有一些狗細殺人的那種感覺 需要很多的關懷 然後好好去上妝 然後要非常的了解它 才可以運作 不然有可能就是 欸你用錯某個東西 你的皮膚今天就是會壓起來這樣 稍微用完遮瑕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眼袋蠻深的 然後有一些痘疤 可是基本上來說 我的皮膚沒有太大的狀況 然後毛孔的部分一樣就是在外面 因為我就是毛孔神仙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好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是要來上粉餅了 今天我要用KATE跟HEMI嘛 兩個做比較 那我想用031的這個刷子 因為它是乾濕兩用嘛 之前有跟你們說過 我想要用它來統一上妝 看兩個上起來的效果應該會比較平均 首先呢我要先上左邊 我拉近給你們看好了 先上左邊這邊給你們看 這個是KATE 這個是HEMI 看起來的顏色呢 HEMI因為我是買01 Ivory 所以它真的比較白一點 然後KATE我買的顏色呢 是02號自然色 還是03我有點忘了 所以它比較偏黃一點點 KATE的顏色在這裡 差久一點點 看這裡 KATE的顏色在這裡嗎 HEMI的顏色在這裡 這邊 HEMI就是比較白 KATE會再黃一點點 但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兩個的膚色都不會到不適合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兩個的粉質 用手摸的話我覺得感覺蠻像 就是開架粉質 可是都還蠻細緻的 剝起來都不是那種超遮毛孔的粉餅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的基準點應該蠻像的 好 兩個裡面都有粉撲 KATE比較厚一點 那HEMI的裡面附的粉撲 就是那種毛皮黑嘛 然後有那種很扁的那種黑色海綿 這個我應該沒有那麼喜歡 但KATE的粉撲我還蠻喜歡 因為它的Q彈度跟它的厚度 都算是有一點誠意 好然後我要用031的這個刷子 直接從我毛孔最粗大的地方 先用按壓的方式 因為用按壓所以毛孔的部分處理也算是還蠻好的 然後量我都沒有加多 因為我主要都還是希望它保持一個比較乾爽 然後比較輕薄的粉底 因為畢竟我剛剛已經用過遮瑕了 我覺得我不需要讓它看起來粉感很重 然後眉中的部分呢 我也是會壓在我眉心的地方 因為我眉心很容易出汗 然後像這邊我基本上就是不會再上心的聊天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是遮好的樣子 這邊是還沒有遮 沒有遮的地方就是還是會有一點光澤感 然後泛紅或者是膚色不均會比較明顯 有遮的話呢它基本上就是會有一層柔霧感 但是它的遮瑕不會到過重 不會too much這樣 好然後右邊呢我們來用看HEMI 其實我看過很多人的實測或是甚至公關品分享 很多人都說HEMI的遮瑕度蠻低的 但是因為KATE遮瑕度我自己本身也不覺得高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試試看 好然後現在就是毛孔的部分在這裡 所以我一樣是從毛孔的部分開始壓 兩個粉餅都沒有味道 但剛剛不知道為什麼上HEMI的時候突然有一種粉 就是那種粉感上來 但實際我還是沒有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上HEMI嘛 KATE我已經上了四五次有了吧 就是日常上妝也有在用 第一個現在最大的感受是HEMI的真的很薄 它的遮瑕度真的還蠻低的 大概就是中下我覺得 如果我剛剛沒有用遮瑕的話 HEMI的話應該是連一點點 就是像我這種集粉色的這種巴 它都遮不住 但是它非常的輕透 然後它一樣有柔霧感 可是它的遮瑕度確實也沒有KATE很高這樣 好這邊是HEMI 應該還蠻明顯的看出來KATE的遮瑕度會比HEMI高吧 HEMI就還是會有透一點光澤感 但KATE是誤掉了 還蠻明確的 然後我在中間再壓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兩個都是局部有在深壓 深壓 有在壓深一點點 兩個畫面起來HEMI帶出門比較方便 因為它真的比較薄 然後它是直接買就是一體成型 然後KATE比較那種壓給 就是它是粉盒跟粉心要分開買 所以如果就是加起來這個價格應該會比較貴 我等一下再細查一下 但是如果帶出門的話 HEMI真的也比較薄 KATE帶出門比較麻煩 而且它是因為不規則型 但基本上來說 小包包應該都是放得下的 現在臉長這樣 好現在臉長這樣之後呢 我就要來開始上個底妝 然後我要快 我要來上個臉的其他妝 然後我要快速上完 所以等一下上完的時候再跟你們update一下 然後我們再一起出門 好了我現在畫完眉毛眼睛了 然後剩下腮紅 剛剛修容我也上了 然後修容我是用這個小中書 阿咪咪的這個七號色上 我覺得上起來很自然 然後腮紅的部分呢 我要用小紅書的七號 我還蠻喜歡這個七號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很 很像是皮膚自己透出來的那種淡粉色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是比較偏黃嘛 所以我其實不太上偏冷色調的粉色 但這個粉色我覺得它 雖然有顯色度 但它的色度夠淡 上起來我自己覺得氣色還蠻好的 然後呢很多人問我說 戴口罩一樣會化全妝嗎 沒有錯 只是我不會讓自己上妝這麼久阿 因為戴口罩畢竟真的是還蠻悶的 可是我還是會上妝 然後就是回家就趕快好好的清潔跟保養 這樣 然後用口紅是I'm Mimi的 這兩天都會用它 我會先用它打個底 因為它比較冷色調一點 它的顏色阿 其實跟我剛剛上的腮紅蠻像的 這兩個我都是在Mimibox的官網買的 然後配上Shoutback有一些回饋折扣這樣 然後呢因為它比較冷 所以我會再疊一點暖色調的口紅 我會疊Kate的這一個 雙色盤加彩盤的紅色 在中間一點點 讓它變暖 壓壓有濕色影片 好這樣應該就OK了 然後我想要再打一點 膨度在我的眼下 稍微打膨一點在我的眼下淚溝這邊 然後一點點在我的額頭 鼻樑 好了 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邊是Kate 這邊是Himi 然後不免俗的要拍一張照 現在還看不太出差異 但我自己本人看是覺得這邊的妝感比較淡一點 因為像這邊的鼻液 它透出來的泛紅比較多一些些 但是鏡頭上我不知道抓不抓它出來 但是就是這樣 等一下我們出門再慢慢實測 反正因為我就是兩個粉餅都買了嘛 相信一定會有人問我說那這兩個的差異是什麼 那我就來BB看囉 今天穿這樣 然後現在找不到夜夜的背帶 明星擦防曬 準備出遊 LULU 妳說Hi 嗨嗨 她現在在擦防曬 三個人幫她擦 其實真的是蠻熱的 但是有風 然後現在已經11點多了 距離我化妝時間是7、8、8、9、9、10、14個小時 可是目前我好像也沒有脫妝 左右兩邊維持其實都蠻好的 可是我最近確實膚況也沒有到很多問題 但是等一下再留更多號 我再跟大家細說 相信現在腋下其實也是濕的 灰色應該看的蠻明顯 腋下已濕 姐妳看我左邊跟右邊 妳有看出來我底妝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姐覺得HEMI比較貼欸 然後這邊比較浮 有到浮嗎 非常細微 對這邊比較厚 因為這邊比較遮瑕 這邊比較清透 這邊比較清透 這邊比較好看 我現在是不是比較適合清透的妝感 對清透比較好看 我現在好像不太適合遮瑕感 很重的妝感 母女妝 超多繡球花的 登登我回到家了 現在時間我看一下是幾點 現在時間是 兩點三十三分 距離我早上上妝是七八八%. 42 2にな 所以是七個半小時 好熱 今天外面應該是有32度吧 然後給你們看我現在的臉 其實老實說狀況非常的好 以我這種油肌來說 但我就還是壓一下油感受一下 其實幾乎沒有出什麼油欸 今天真的超級無敵熱 但是我後來有稍微用那個 我有稍微用小風扇就是這樣吹自己 因為覺得真的太熱 然後夜夜也超級無敵熱 我就一直用小電扇吹它 因為很怕它就是會被熱傷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底妝都還OK 就是流完汗之後底妝都還在 只是跟我解說的一樣就是 這一邊看起來比較完整一點 因為它當初上上去的時候遮瑕就比較重 這邊就比較輕透 然後像是這邊的曬斑或是 淚溝這部分就比較跑出來有沒有 然後泛紅的部分呢我都覺得還好 痘疤的部分其實也沒有到很跑出來 我覺得應該稍微再壓一下下 就OK了我現在要壓一下這邊 然後我稍微把額頭的汗都弄掉 因為像我的眉毛其實尾端有因為汗掉了一點點 但狀況應該是還好 好有霧面點 然後右邊的話呢 就用HEMI 啊因為我姐他們在外面所以有生意 sorry 然後我要第一次用他們的粉撲 這邊 有一點泛紅 這邊也是 這邊你看這邊的泛紅啊我用壓之後就會開始有一點點浮粉了 這邊其實也是有一點但沒有這麼明顯 然後我覺得是因為我的臉出汗跟出油之後我用壓的 它其實已經水分有點不夠了 這邊這樣比較乾 所以我可能要噴一點定妝噴霧 噴了以後的比較好 好我就晚上再update一下 就差不多 嗨大家 現在時間呢是 5點19分 然後我想說我要跟大家再update 最後一次我就要去把妝卸掉了 因為我現在真的都不太喜歡讓自己臉上存太多妝 因為就是你一直戴著口罩其實真的對皮膚沒有很好 你本身用粉底就已經讓你的臉就是比較不能呼吸一點你們知道 然後又再戴口罩就是更不好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左邊跟右邊 其實我覺得最明顯的差異啊 就是我左邊這邊剛剛有補了一點妝 這邊已經浮起來了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這邊粉浮起來 可是這邊目前沒有 我把這件事情呢歸咎於因為這個的遮瑕感比較重 那我沒有在我重新補妝之前好好的保濕我的臉 我就直接按下去補妝 因為這就是最日常人的補妝方法 就是我吸完油之後或是有時候用衛生紙很敢弄了一下 我就要立刻鋪粉 誰有三七二十一的那個時間 就是可以在那邊好好的補妝 No 大家都沒有這個時間 所以我就是用衛生紙壓一壓之後呢 我就立刻用了粉餅 那今天用的這兩個粉餅的感想呢 就是因為KATE我真的是已經用了兩個多禮拜 所以我對這個心得真的比較多 我覺得他用來日常輕薄的定妝 用大的蜜粉刷刷也都完全的OK 然後他的遮瑕感真心的比HEMI重一點點 毛孔修飾度我覺得兩個都差不多 沒有到神等級的毛孔修飾度 但是因為他們是粉餅你用按壓的方式 基本上來說毛孔的神仙以我這個等級 大概可以處理個七成毛孔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以今天的控油跟抗油來講 控油跟抗汗來說 我覺得兩個其實表現都還蠻不錯的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中東大油田 或是少年型的油肌的話 就像是10年前的我的話呢 這兩款基本上要當底妝都沒有辦法 就是在夏天這個時期都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事前用個控油的妝前乳 或是控油的試底乳 甚至薄擦一點粉底以後再上他 我覺得效果整體來說妝感可以維持的比較久 因為我今天上妝就是用微微的遮瑕嘛 去遮我想遮的地方之後呢 用壓的地方按壓的地方去加強我的毛孔修飾 跟整個持妝度 我覺得整體持妝度來說KATE會高過於HEMI 然後遮瑕度KATE也會高過於HEMI 然後毛孔修飾度兩個一般般相當當 但是如果要說後續補妝看起來會比較輕薄 看起來比較自然的話呢 是HEMI勝過於凱特這樣開聽 好啦這就是我對這兩個分別的感想 基本上用手摸來說兩個粉質都差不多 用什麼誰特別突出兩個都是烏龜兔子 那HEMI的話呢就是粉盒跟粉心可以一起買 KATE就比較假扮一點就是新跟盒要分開買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較看看 今天就是這樣非常的熱 今天有3233度是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我在大太陽底下追夜夜 然後陪露露 然後從7點起床到現在5點多 我覺得實測也差不多 然後再加上我中間還有補妝一次 現在妝就是長這樣 我覺得差不多可以把它卸掉 然後我現在這個時期的妝感 就是真的比較喜歡輕透型的 可是如果我這個人要追求的是 妝感要持久 然後遮瑕度要比較高 要比較有粉感一點點 但又不至於到極度厚重陶瓷界那一種的話呢 我會選KATE這樣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沒有辦法跟你們說明天見 但是我們就是改天見 大家掰掰 關於雞腹 但是我們就去那邊 來看 会不會 我們已經有選擇了